HELLO 大家好,回到GUNDAM ONLINE 今次就想抽一抽新的機體 大家都看到了,有兩隻新的機體 這兩隻應該都是Double O 還是一隻不是 我知道這隻是Double O,好像叫做主天使 看看能否抽到,因為我都有十多張券 這隻也是,GN是Double O的一些粒子,兩隻都是Double O 其餘的兩三隻呢,這隻是甚麼 這隻是炮機,可以說是比較強勢的炮機 這隻就應該比較少見,我少見 這個渣古3,有甚麼特別 看一看,也是一個炮機比較... 炮機,還有照射型,我知道這隻是甚麼 好,開始了,我就有十九張券 看看是否中,因為我有另外一些帳戶 如果這裡不中,就沒辦法轉到別的地方 因為我免得用太多,OK 來吧,10抽,10加1,好,321,去吧 有,有彩虹,看看中了甚麼 好,我今天中了兩隻最不... 最不太特別的東西,一隻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照射那一隻 就是這個的洗臉 然後這隻就是我... 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隻的用途是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OK 好,那我轉一轉額先,因為我都很想玩這隻東西 對,轉頭見 好,玩快到了第二個帳戶 看看抽不抽到,這邊也是有十抽的 看看可以不可以,我希望就是抽完那兩隻新的機體 對,雖然我不知道是否厲害 但其實我看上去,我看上去主天使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主天使 這隻嘛,是不是 是這隻,會變形的那一隻 感覺上就... 不是說真的很強 我自己覺得,暫時看上去 我看這個... 別人的預告的時候,看上去不太好 但希望... 我是錯了,OK 那就再來吧,十抽 希望中吧,十抽 好,3,2,1 看上去沒有紅色 哇,全部沒有 真的還是假的,只有這一隻 看看那個額卡,看看那個是否中 好,最後一會又回來了 希望這次真的抽到 不然我真的會吐血 這裡有14張 我看我拿到這裡的獎勵報酬 好,可以有多少張 那應該只有16張左右 對,16張 那16張應該都... 我3次10抽應該都會有吧 雖然分開... 分開3個額卡而已 我分開3個額卡而已 你都應該抽到給我 其中一隻 我想拿來拍片 因為我也想試一下給大家看 這隻東西究竟那個特別地方 還有它厲害不厲害 我也想給大家看一看 展現給大家看 好啦,希望有 9月2號都很長 抽不到,你都可以慢慢等 OK,來吧 隨便一隻都夠 一隻,只需要一隻 來吧 一隻 GO 沒彩 這裡 有了,有一隻 這一隻應該是劍型的那隻 看看 好像是劍型的那隻 這隻就是... 剛才我說的那隻 這隻是不是炮機 嗯... 應該是這隻是炮機 應該是這三個武器最主要 好像是,因為我都不太熟 我們看看這一隻 這隻有一個叫急 這個叫急閘 長按之後機體性能會上升 最高速度上升 傷害減少 不可以回家 不可以回家 即是不可以EZ 即是只有5秒時間 可能... 即是說你5秒時間 你就要可能... ... 片人 對,即是拿著劍片人 這個純粹是一個叫做... 嗯... 一個效果 對... 單直的時候... 被傷害的時候會減少 狀態異常 對對手就會上升 打爆了機體的時候 會恢復一定量的油量 以及單直都會提升 這個其實是一個挺強的特性 因為在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世代下 那個單直很容易跌 尤其是很多一些的叉邊 譬如是甚麼叉邊呢 沙拉 雪斌的叉邊 如果紅軍這邊 對方最多叉的一定是 全裝甲的... Full Armour的Gundam 我沒有記錯要Full Armour的Gundam 接著是視作1號 還有的可能就是一些差的機體 我數不到那麼多隻 數到剛才那兩隻 比較常見 所以這個特性都比較有用 至於武器方面的話 其實看起來... OK 很簡單 可能就是一把劍一把槍完之後 對... 一把劍一把槍 只有一把這個武器 大概都是這樣 OK 好...今次就... 不如升給大家看吧 因為有些人可能想看我中甚麼特性 因為一部機體 一個特性都好 一個漂亮的特性 如果這個特性不漂亮的話 其實都很大分別 那我們來吧 開始了 因為它是銀桃 所以只有20次機會 當然是用金券 不用問了 90%我是不相信 所以我用98 我多數用金券 即是我多數強化... 新整機體看出來 我全部都用金券 然後再加一張 譬如我一定要大過90以上 如果這裏90我還是不太相信 我98 如果這裏都成功 就真的死定了 好 好像現行修改 看看 這個也有用的 我本身以為是廢的特性 那... 先說給大家聽這是甚麼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 逐個逐個說 雖然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格鬥傷害上升 消耗有量減少 減少 以及打中人的時候 硬直時間會減少 第二個就是你的武器reload時間減5% 第三個就是... 被人回血的時候 那個回復速度會提高一點點 另外當你打爆了別人的機體的時候 彈藥會回復10%回復 大概就是這樣 而這個... 回血快一點 以及回... 補充藥我覺得都還好 不算是最強 但是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一些... 追尾大一點的 就是330這個 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厲害 但是我都喜歡用這個 看看吧 看看看看... 咦...他可以放兩把這些 丟出去... 這是甚麼來的 這個應該是類似浮游劍 沒有記錯... 有一個叫浮游劍的武器 這個就丟出去... 類似是匕首的東西 扔兩塊 會麻痺 有追尾... 390 都挺厲害的 OK 好 大致上就先開發了這麼多 因為其實也不算太多的資料背景 但是下次我就... 想給大家看這隻的能力 或者各方面是甚麼效果 今次這條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給個讚 還有如果你喜歡看多些Gundam不同類型 都可以推薦一下 例如... 你想看不同機體我玩 都可以... 分享一下... 不是... 推介一下... 不是... 嗯... 留言吧 留言一下 OK 我主要玩紅軍 雖然南軍我都會玩 但是多數都玩紅軍 OK 下次再見 拜拜 嗟對 嗟對 心 嗟對 嗟對 仔 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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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嗟對